据我所了解拜登总统去沙特之前非常明确 不仅是对沙特对中东国家 包括是这个南半球的几个小岛国 都掌握这些总统啊政客的这些拿中共的钱呢 蓝金黄明确的你再往下去呢 咱就是开战就收拾你了制裁了 就美国对付沙特真的是 就是一个手指就直接就全拿下 不就那皇宫那几个人吗 没有任何余地 美国的战略军事战略在整个海湾 三小时能把所有的国家立马控制 我跟你说好好说 你要来横的你试试 最后沙特就是你跟中共的人民币石油 你别再往下玩了 什么不跟随美元了 想把人民币当成国家主权货币了 什么别再往下玩了 然后呢你沙特在美国没少玩什么行费的事 我上你那去给你点面子 你们的事我可以看不见是吧 但是你想跟美国想对着干 跟中共那甭想 特别是石油的问题 石油的问题你必须给我 你比如美国现在跟委内瑞拉在谈 说这个马特罗 我现在跟你谈 你把油卖给我便宜点 很低的价给我 马特罗说好啊 我给你啊 我就一个条件 把我和家人所有的当官的制裁 全部取消 我就给你便宜的油 现在你知道委内瑞拉火了 因为现在它伊朗的油 大量的钻石 特别是很多数字货币 委内瑞拉是最大赢家 它使用大量的数字货币 躲过了美国的监管 整个委内瑞拉的供应链全上来了 现在又吃香了喝辣了 又吃那个小牛肉了 而且跟美国 说我给你很便宜的石油 只要对我制裁解除 委内瑞拉就是中共国最好的饭板 就是你老百姓死求活的 跟我啥关系啊 我照样吃牛排 我过我的好日子 我可以出卖我国家的一切资源 让我的国家人民当我的奴隶 就一个条件 别对我家人制裁 我的国家油就跟便宜啊 啥子一样 你看马上 争产给美国供油 百分之百 然后买美国的这个武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